哈囉各位好,我是葉提老師 今天想來跟各位聊一點比較感性的話題 記得在高三那一年 我們老師叫我們寫一封信給未來的自己 各位有做過類似的事情嗎? 或者是寫過類似的作文題目叫做 給未來的自己或者是給未來自己的一封信這樣 那我當年寫這封信的時候 我一直想著說 常常會有人問我說 你未來要幹嘛?你以後要幹嘛? 但是現在的我來講 我已經二十五、二十六歲了 我是2013年從高中畢業的 現在的我 我比較不會用說 你以後要幹嘛這種問句去問別人 因為我覺得 以後這個詞好像 好像還很久 但是我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喔 以後好像還有一個以後的以後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反而比較會想問人家說 你的人生有想好要怎麼過了嗎? 反而問的不會是一種 我問的會是一種態度 現在相反的 我在高中的時候問的這種問題 好像是比較形象於職業 就是說 我也會要成為護理師 我也會要當律師 可是不對 我現在就我這個年紀來看 我當時的那個 我覺得 又更深層了一點 是比較心靈沉默的 其實坦白說 在當年 那個 寫給未來的自己的一封信 現在你打開來看好了 其實大家都是沒有做到 當初寫的那個樣子啦 當初大家可能都會說 想要保持初衷啦 想要跟這個社會去衝撞啊 讓自己有任性的餘地去圓夢 完成自己的夢想 我相信真的做到的人 其實真的很少啦 你現在再去打開那些信 那些時空膠囊 有幾個人是已經被現實磨掉了 甚至是你 對啊 我就覺得其實不太 你看到其實會有點鼻酸 就是 沒有 沒有當初的自己這樣 那我當時寫下來的 給未來的自己的內容是說 我希望還能保持我高中時 那種叼郎當的樣子 就是 我高中的我其實覺得說 天不怕地不怕 因為身邊有一群朋友啊 不論你是上課睡覺 或者是幹嘛 在那個同溫層 在那個年紀來講 考試就是你人生的全部 至少是我們這群 考試起來的全部 所以我們覺得說 人生的一切 都是可以用分數去量化的 那分 我們人生為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把成績考高就好 但現實上來講 不是 在我25歲 我已經工作了之後 我就覺得說 一個人的工作 和一群人工作 是不一樣的 在這個社會中 其實 合作的力量 是絕對會遠遠大於個人的力量 那既然合作的力量比較大 你可能會需要人家的拉拔 有人拉拔 或者是有關係 靠關係 有人賣這種的方式 其實你在這個社會上 會更生存的下去 其實出了社會之後 你會發現生存是第一個 即使你自己不想生存 你還有 你後面的人要養 你的爸媽 你的小孩要養 那甚至你想說 就算你單身一輩子來 你還是要養爸媽 除非你又不是石頭 你蹦出來的 那甚至有些人可能 你一出社會面對的 就是財富不均 有些人天生就是這樣 只是在你高中的時候 還看不出來 反正就是出社會之後 覺得說 跟人的相處摩擦是必要的 所以 學會做人做事 這應該就是一個 第一步啦 我高中時 高中時的我 或者是現在很多人 都覺得說 就是聽不怕聽不怕 這個世界那麼大 等等你去喘 現在的我會覺得 傾向於做人做事 要圓融一點 你讓別人得到好處 你也可以得到好處 應該說 你可能會變得比較現實 但這現實 不是壞的 你是會對你自己也有幫助 對別人也有幫助的 那至於你會不會 違背你的初衷 或者是會不會去傷害到 損及第三個人的利益 那這就是你 我覺得還是要保 你可以控制的部分啦 就是即使到這個年紀 我雖然沒有當初 就那麼任性的去想要衝撞這個體制 但是我覺得圓融是必要的 你要圓融的去 跟這個體制去相處 在這個難以解開的結裡面去玩 去穿針影線 去達到你要的 同時也達到別人要的 這是第一個 那 就當時的我來講 我寫的內容 我其實沒有做到 都沒有做到耶 我當時這樣寫之後 其實我2013年畢業嘛 那我在大學經歷過 轉系啊 不合甚至是感情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那些問題都好困難喔 對於當時的我來講 在18、19歲的我來講 我得了焦慮症 憂慮症 那我去看醫生 甚至到現在 還會服藥 那我覺得說 有些東西 真的對有些人來說 是困難的 因為每個人的出生家庭 背景都不一樣 每個人他面對困難的能力 當然也不一樣 所以 而且世界是現實的 現實又是殘酷的 你每個人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都不知道 那沒有能力面對的人 可能就會 就是沒有辦法再走下去了 這時候就會需要 一些外在的幫助 比如說 他人的幫助 或是藥物的幫助這樣 那我相信啦 在我這個年紀來看 可以預期說 35歲的我 或45歲的我 依然會再遇到一些 那個年紀的我 遇到覺得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現在的我 請向你問別人說 你的人 你以後要幹嘛 我就不會這樣問 我更請向你問說 你的人生想好了嗎 你想要過怎樣的人生 這個問題的深層 層次是在說 不是那些問職業 而是在說 你想好你要用什麼的態度 在你的人生當中 去面對 你可能已經知道 會遇到很難問題的時候 你當下 你要怎麼挑進你的心情 你的方法是什麼 你人生的策略是什麼 我請向你會比較問這個 你想像有一天 你可能快死掉了 你臨終的時候 你會不會對你這一生滿意 你這一生做了什麼貢獻 這讓我想到 鬼滅之刃 有一個人叫做 祭國元一 他就知道他天生 就是要來 搭到那個鬼王的 那可能這類 就類似這樣的事情 你的人生有沒有一個 核心的概念 或者是 一些想法 在我這個年紀 我會比較想請向你 問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要對 高中生來說 當年的我 的話 我會覺得有幾個點 是要必須說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除是 把任性收一點 圓榮多一點 你會 活得更 更有彈性 更多空間 更自在 你 其實這 你把身子收一點 你反而有更多的空間 去伸展你自己的夢想 你的舞台 如果你硬要跟這個社會體制去衝撞 雖然你很百分之百的做自己 但是你其實會很快的就做不下去 不只消耗別人 也消耗自己 而且你消耗不了多少外在 你自己就會快被消耗完畢 那第二件事情我覺得 成功 嗯 都是靠累積 很少在靠奇蹟的 那也千萬不要投機啦 其實我 是很常投機的人 因為我以前的訓練過程當中 我可能 因為我在教數學 很多方法都是可以投機的 甚至有些人天生比較聰明 可以寫比較多 很快的就可以 可以 你要知道你在高中那個環境 你就是同溫層啦 同溫層中 你那時候 當下可以量化的就是分數 當下的我真的是覺得 天不怕地不怕 好像人生來講分數就是唯一 當下的自己其實也沒什麼困難 你只是覺得說 把成績衝高 你的人生就贏了 但實際上限制根本不是這樣 你成績再高 還是有些人家裡有錢 隨隨便便就贏過你 好幾年的時光人生 所以我覺得 成功是需要靠累積 你要投機 你要有本錢 如果你 如果你家裡不是很有錢 你也 就是你沒有投機的籌碼 那你不要隨便投機 好好的累積你的本錢 即使你真的遇到奇蹟 那你也是你幸運 那你也要留得住 你有沒有本事留住你的奇蹟 去創造出你更精彩的人生 其實這是需要實力的 所以我覺得 成功真的是需要累積 成功真的是需要累積 而不是期待一個奇蹟 記得我在高三選科系那一年 我一直都 每天在洗澡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我那時候是高三上 想說再過一年就要考學測 我就一直幻想說 我一年後的自己 坐在考場上的樣子 是很厲害的嗎 但其實不然 我發現 我到時候 真正坐在考場上的時候 的我 回想起來這一切 我其實都是每一天一天 在累積進來自己的東西 我並沒有說 一覺醒來就變得非常強 像動漫或卡通裡面的超人那樣 沒有 我每一點實力 其實都是每一天的累積 這是腳踏實地最最基本的一步 就是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想投機 也有過幻想自己很厲害的時候 那沒有關係 但你可以想 但是你不要想了 只有什麼都不做 那就會變成說 你是在期待奇蹟 這個不要 那第三點就是說 時間真的很快 我覺得時間真的很快 我明明覺得 我現在還能感受到 我上一秒 還躺在我高中畢業典禮的那個禮堂的外面 那時候是個夏天 我躺在地板上休息 我當時手上拿的是iPhone4 我還PO文喔 PO到我的 Facebook上說 還剩六天就要畢業典禮 那天是2013年的6月10號 記憶一切彷彿都這麼清晰 轉眼間現在已經2020年 我手上已經拿的是iPhone12 然後我已經25、26歲 所以時間真的很快 然後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我回想起來 我這 從高中畢業到現在 我其實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處理人生的難題是一個 那扣掉這些處理人生的難題 比如說 看醫生或焦慮症之類的 我其實打遊戲啊 看影片 浪費很多時間 但現在我其實不如 真的不如去想說 如果我一天 我浪費的時間 一天 背三個單字就好 其實我現在 英文應該也會變很強 但是我沒有這麼做 因為我 就是浪費掉了 這是以上啦 那最後一個就是 給當年自己 就是身體健康要顧 因為身體健康 你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可以去享受人生啊 身體健康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等你25歲之後 老了才開始顧 因為你人生 無時無刻都有可能會 發生不健康的事情 那 人生的享受 是在當下的每分別 那你不健康和健康的運命 其實也是在人生的每個當下 那你每個當下想要好好享受 你就要每個當下都有健康 所以 其實做起盡量規律啊 這是我給當年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同時如果有高中生在收看的話 也歡迎你在底下跟我聊聊啦 我覺得 我蠻喜歡這樣跟別人聊一些人生的事情 嗯 那就這樣吧 那感謝你看到這裡 主持人家小事 我們下次再見吧 如果你想寫 給未來的自己一封信 你可以在這邊 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 想想看你有什麼話要對你未來的自己說 或者是要對你過去的自己說 嗯 我相信你可能十年 五年十年後 再回來這個影片下方看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啦 說不定五年後十年後的 我也沒有在當youtuber的可能性也很大 那 或者是我跑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我甚至已經死了耶 說不定 那 這就給你們參考啦 就這樣 今天就聊到這裡吧 隨便聊 掰掰